大家好 上次說過三場關鍵的球賽 又踢了一場 第一場是大勝 即是4比0贏 阿爾克馬爾 我相信已經超過了很多 我們預期中的期望 沒有太多人想到會贏4比0 贏得這麼輕鬆之餘 還有很多主力都能夠休息 今天不是主要講歐巴這場球賽 還要講一下今晚 今晚對愛華盾種的場球賽很重要 還有我標題 寫到7天內進入前四 是否真的呢 我最後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也不是這樣吹水 是有根據的 首先我們從歐巴這場球賽 我不會講得太詳細 主要講幾點 我覺得這場球賽很重要 選幾點出來講吧 上場這場歐巴贏4比0 其實上半場就不是很出色 只要踢了整個上半場 0比0又滿和的 其實我們看回上半場 上半場 蘇斯卡查很明顯都不是想贏 他也是比較保守 整班球員踢得很拘謹 沒有什麼入球的慾望 誰知道下半場出來 沒有什麼調動過 但是忽然間 在楊格那球好球 進完之後 就好像全部球員都解放了 突然間就放開了手腳 非常出色 十分鐘就進入了四球 4比0當然是非常好 由手名出線 勝出士氣 勝出信心 其實陣容都一如我們所料 不是全部青年軍 都是主力和輪換後備的運搭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出入 但是就是高美斯沒有踢 以及不是利維仔踢 而是加拿踢 這場球賽 我們不介紹數據了 最重要的是威廉斯 班對威廉斯真的很划算 因為我們之前也說到 其實阿爾克馬爾這隊 都有英超前六左右的水平 其實踢上半場 大家都看到的 評分抽色 很明顯就不是一隊弱隊 但是威廉斯 這場正選 他真的踢得非常好 我主要是留意他 整隊手一個都踢得好 但是他特別好 我看看數據 這場球賽 有兩樣東西是很突出的 第一樣就是 他全球成功率有96% 即是他交了幾十腳球 只有1至3腳是失去的 非常強 除了麥佳亞之外 他是第二名的 全場二十幾個人入面 第二個數據 更可怕 原來全場22個人 加上後備26個人 他一個人佔了控球率7% 即是90分鐘入面 有10分鐘以上的球賽 是在威廉斯上面 他控制球賽 很明顯是整隊 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 7% 是很高的 全隊是最高的 不要計算對面 對面的控球率 比我們更加少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小朋友 很有膽識 經常都會拿球 拿著球 其實還不會馬上交出 我們看到這些 其實就是大將之鋒 他已經很適應到 一隊的比賽 他的節奏 其實全部都可以 我們看到他今季 都出了十場了 沒有什麼明顯犯錯的 直接倒置入球 更加沒有 其實再一次證明新架 他真是一個未來頂級的 很明顯 我覺得 楊格 即是老隊長 都可以安心 即是 你來隊 找高薪的合約 也好 在這裡養老也好 已經可以放心 交給年輕人 威廉斯已經可以上位了 還有 蘇爾也要小心 所以隨時就被人打 在後備 其實他現在不好 威廉斯太多了 第二個當然是 我們先說一下格連活 格連活 很抵讚 不是 昨天 前兩日 入球的兩球 也非常有功架 格連活 這場是一個頂級前鋒 之後都不會有走雞 的動作協調度 真的很像雲霈斯 他拿球 一下沒有多餘的動作 扣一下大位 便很射 這不是太多前鋒做到的 你看我們那些MARCIAL 其實很多他經常都拿多了 因為多了很多多餘的動作 但隔年末就沒有的 所以人家很難防到他 他一拿就射了 基本上就沒得標示 第二樣就是他的自信心 我們看到這個年輕人 真的很厲害 這件事不是鍛鍊出來的 我們看到他拿著球在十二碼點附近 即是右邊機角位 就說過你就過你 說射就射 他基本上沒什麼猶豫 做前鋒就是要有自信 才能做到一個高產的前鋒 其實他就具備了這個質素 第三樣就是他的射手觸覺 因為他的第二球 Gana在前場搶到球 他一拿到之後 其實他沒有過多的思考和調整 他一拿到他已經知道射得了 所以這個觸覺也是前鋒很重要的元素 他在他身上頂級前鋒的很多要素都可以看到 有個網友上一條影片就留言說 不如給格連活培養他 可以做到主角呢 因為我們現在就欠一個主角 就是拉斯福特 其實他擔大旗揹飛也不太行 如果有一個格連活可以多些做 給他多些控球券 長遠來說他打頂級 取代MARCIAL 其實都不是太過不現實 其實都可以的 MARCIAL 其實他幾年都沒有什麼大進步 我們看到他現在配合 但也不是很頂級的 假意是日隔連活應該可以上位 我認為沒有問題 再說少少第三個球員 我想說中斯 因為中斯很慘 本來我以為他這場會正選 即是跟杜安沙比 誰知道 蘇斯亞查又不用他 直接用麥加雅 你看到一贏了4比0 就換了麥加雅 換了中斯出來 即是告訴你 他是不放心 中斯打正選 即是在這些比較不重要的比賽 中斯都沒有機會 其實都很替中斯悲哀 他在這裡都踢了十年 其實眨眼 即是十七八歲就加盟 到現在都成27歲了 然後他有什麼前途呢 其實27歲已經到了頂 沒有什麼進步空間 就算他不傷 我相信都沒什麼辦法 即是有傳 屎魔靈 下季又會回來 其實中斯就沒有什麼生存空間 其實今季之後 我相信他都要離開 和阿盧造一起離開 希望他找到一個好的下家 發展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發展 唉 你想想想慘不慘 杜安沙比都可以正選 中斯就沒有正選 即是他定位連青年軍都不如 好了 說回今晚的場球 重要的 今晚的愛華頓 我特地 我有個朋友 是愛華頓忠實粉絲 我特地找了他 問問他今晚 其實愛華頓 因為愛華頓轉了教練之後 其實很大改變 所以他是看足的 所以 他就說 愛華頓 其實上一場 很明顯的整個戰術 很簡單 其實就是一種很平凡的 英式的4-4-2戰術 防守方面 其實上場很誇張 一看到對手過了半場 全隊都會飛鏟 TAKO 上場就破了他們自己本賽季的TAKO紀錄 很多攔截 很多出腳 很狠 今晚應該 預計到 詹姆斯應該都很慘 肯定會被人鏟到反了 放手 肯定硬 我上一段影片都說過 進攻 可能只能靠 扔長球 在他們中堅和龍門之間 有少許誤會的機會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偷到雞 中場組織就難了 相信他們這麼狠 那麼辣的話 進攻方面 就是4-4-2 兩翼側擊 以及直接大腳 向前送 其實他們兩個前鋒 根據我朋友說 李察尼神 就會像朗尼一樣 墮後少少做10號位 即是接應一下 技術比較全面 射術也不錯 另一個前鋒 卡華特利雲 技術很一般 但是很勤力 即是會不斷跟你撒 像以前我們韋壁克 但其實他可能比韋壁克少少少 他們的搶點都不錯 我們預計到今晚應該 愛華頓 會用上場對車路士的戰術 就是剛剛我說過的 我相信我們出陣 都會有少少部署 怎樣出呢 我相信都會是我們的最佳陣 即是最近幾場的最佳陣 四個後防就不變了 蘇爾、麥加雅 連迪諾夫 和雲比沙加 龍門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迪基雅 中場應該都是用麥托文 來搭費費特 但是費特可能要左傾少少少 因為他們兩翼出擊強 只靠一個蘇爾 就頂不住人家的右閘 和右前鋒 兩個跟你夾擊 所以費特就要幫幫手 拉舒福特就擺前一點 他下來防守又沒位了 如果沒有了他在前面 右邊用詹斯 也是棋位 我相信都會比較深 又是下來幫雲比沙加 人家的左閘阿迪尼 其實助攻力都不錯 加上艾和比 右邊壓力應該都不小 麥托文尼就鬥中場 沒有什麼爭議 我相信前面一定是MARCIAL 但是如果MARCIAL 有什麼冬瓜豆腐 踢得不好 我相信隔年活金場 都會有機會 因為他上場 踢得這麼好 都值得多一點機會 中間的攻中位 我相信都是要用回蓮加特 皮里拉 一來上場打足90分鐘 蓮加特就休息了 還有他需要他的跑動 對面都很機動性很強 還有搶折那些 皮里拉太遠了 我相信連加特會比較適合 希望場面上 不要太輸蝕 最重要是不要一開球 被人打入一兩球 如果控制來踢 我相信他們都是零星反擊 靠麥加亞連迪諾夫 雲比沙加他們都應該頂得住 就要看拉舒福特和馬斯烤 是否能夠對面 廢特也可能要試試軟射才能夠進入 否則防守應該都是很嚴密的一種 好了 講到最後一件事 為何我主題要寫說 曼聯可以7天之內入前四 其實很簡單 昨晚車路士爆冷 主場輸給班尼茅夫 現在他們多打我們一場 其實多我們5分 熱刺還沒踢 今晚跟我們同時間一起踢 他們是作客狼隊的 作客狼隊是不容易踢的 我相信熱刺也不會太容易贏到 即使他們贏到也沒所謂 因為他們更少我們1分 所以如果我們今晚贏到 其實車路士是2分 但我們看看下一場 7天後 我們作客屈福特 現在是排第20名 剛剛換了教練 我昨晚特意看了他對利物浦那場比賽 結果看起來2比0 好像輸得不多 但其實昨晚利物浦 狀態我認為是今季最差的一場 整班明顯很有疲態 所以屈福特輸 其實都輸得 其實都蠻難看的 其實他們有很多機會 把握力我看都很差 中場又不是那些 很強悍搶節的類型 後防又不穩 所以我們下場作客 這個屈福特 問題應該不大 如果今晚贏到的話 我相信兩年勝都沒問題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下場 7天之後 車路士就作客熱刺 所以第三和第五 下星期一定會失分 或者其中一隊得分 只要車路士輸 或者和 我們就會順利上到前四 如果在聖誕快車之前 進入前四 那就完全不同說法 隨時可以獲得半程 之後的事情 就下一個回合 即是我們上半程 是獲得前四 對整隊球的 士氣和自信心的建立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希望今晚可以順順利利 中間還夾了一場聯賽杯 上次也說到 大大不太重要 我相信聯賽杯 都是出回青年軍就算了 所以這七天入面 兩場聯賽應該都是靠這群正選球員去攻 希望順利拿六分 即是不要燈死了我們 即是我希望不會燈死萬年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今晚就不開到直播了 因為今晚我要去踢球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陳辰 太陽 好了 廟 Christ